老鼠 现在麻烦了 现在是这个男的比较不大喜欢他 你听得懂吗 感觉他对他 女的还挺好的 你是感觉 心里不行 我跟你说 男的跟女的 女的跟男的 女的小男的大 这还能凑合 一般的女的大 男的小的话 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男的一定变心的 都是学佛的 都是师兄 师兄 境界这么高 境界这么高就不会结婚了 听得懂吗 两个人多念姐节奏吧 多念姐节奏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知道打这个电话 就是不太好说 就是不太好说 我就告诉你 本身就不应该 年纪这么大 你去追人家年纪小的干嘛 神经病啊 你以为啊 学佛念经啊 把人家念过来啊 玩笑了 你本身学佛就不应该去追求这些东西 要越学境界越高 而不是越学越要想结婚 再生孩子呀 嗯 说是家里面 就是希望他结婚嘛 家里 家里又结婚就去乱找啊 找比他小的啊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男的挺喜欢这个女的 你要记住 男人 都是正发性的 一阵一阵子 听得懂吗 没有女人偿性 明白了吗 一个女人嫁给个男人 可一辈子 这个男人永远不会跟着他一辈子的 现在婚姻都很难说 一辈子 对啊 哪有一辈子的事啊 嗯 开玩笑 对 只能过 只能师父讲的一个哲理 人生就像一辆火车 上上下下 你只能感恩他 陪你走过这一段 就是他们在考虑结婚的问题 所以 去结婚嘛 大概怎么办 怎么办了 结婚就结婚了 结婚不是很简单的 是 办一个身份就可以了吗 登记一下不就好了吗 是 还不好讲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的 是的 烦恼有的烦恼我告诉你 师父什么都知道 只能自己 随缘 世界上很多随缘 有的时候结了婚 反而烦恼一大堆 嗯 是的 不结婚 两个人还有一点 这个这个相互的 相互的欣赏感觉呢 一结婚了 好了 我告诉你 你把他锁住 他把你锁住了 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舒服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就这么简单了 感恩师父 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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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